Yay 格吉拉之旅啦 那今天我們來玩一下 我們日本帳號格吉拉之旅啦 那最近基本上都是有一些 我幹嘛 哇 幹嘛 幹嘛 我的喉嚨 哇 哇 哇 發生什麼事情 哇 好 這絕對不是開場做效果 就是出事情了 那目前來說最近有刮刮樂可以刮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呢 可以來刮一下我們這個 日版的這個帳號喔 那裡面一等獎是100個罐罐 那我們今天就來購一下喔 既然讓他這個刮刮樂 OK 反正他既然讓這個刮刮樂的話 好像通常都是那個 就是一周會有一張卷子喔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來刮一下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是十周年 真的是非常非常讓哲平期待 那目前今天有一件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 畫面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你很少會看到就是那個耶 就是有沒有 古代勇者然後 然後銀河美少女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 古代兵器 三個卡池同時出現的這個畫面 確實是比較少在那個 就是貓戰裡面看到 因為通常就只有那個之前那個好康轉蛋嘛 就是我們那個破壞者系列三隻會一起出來 或者是就是跟著活動啊 就是很少看到有就是 三個卡池同時出現的喔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啦 可能他之前就有了 可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還蠻酷勸的喔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這一次也都是沒有超級必重的啦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還是先不要不要不要有任何動作會比較好 哈哈哈 罐頭還是留給 超級必重 然後金券的話留給超級貓咪技跟特級貓技技喔 好那最近的話基本上我們都還是努力的瘋狂在打我們 就是那個 異星的這個關卡宇宙篇老 那今天的話就繼續給他打下去 那目前來說初級條件是 EX稀有跟姬稀有喔 那這關的話 EX跟稀有跟姬稀有比較尷尬的就是我這邊姬稀有的盾牌啊 很少好不好很少 但沒有關係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能不能用一些就是 比較能夠當生力軍的角色喔 像我們的這個 張允荒應該也是可以讓他下來一下 欸上去一下這樣子 然後康康五貓 喔我們就放多一點這個 然後說什麼 稀有姬稀有跟EX對不對 那我來看一下EX有什麼 EX貓貓 這個吧 把這個砲灰用出來吧好不好 砲灰GOGOGO 然後 這個也是砲灰GOGOGO 我們只能用這種方法了 嘿 Let's GOGOGO 呱呱呱呱呱星 那這關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多那個 異星角色的關卡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有這個 魚兒貓可以打掉我們這個鵝 鵝再見 啵啵 看來是我們啵啵欸 好兩下OK喔 然後趕快把錢包升級起來 那待會我們就是盡可能 趕快疊多一點這個漂流貓吧 然後盾牌保護一下 應該就OK了 我覺得 上次基本上我自己在打的時候啦 我們在打的時候 就是太吵砲灰了 所以沒辦法扛住那個 臉哥的那個效果 這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我們就是要用這個盾牌來保護一下我們這個 漂流貓貓 不然就很慘 有沒有看到 就讓漂流貓貓在這邊 打個暫停有沒有 打個暫停 吃個淘淘之類的 好然後這邊 1155 GOGOGO 然後 繼續漂流 然後 急劍 欸怎麼好像暫停不到那個啊 都沒有暫停到那個欸 我們的那個臉哥欸 加油啊做事情 漂亮貓 怎麼好像沒有暫停到臉哥 啊後面這個 星星就又很麻煩各位 但是好險我們現在可以暫停星星喔 因為我們有那個 急劍貓給他 急劍一波了 啊怎麼沒有暫停到這個別墅啊 這別墅是 抗暫停的嗎 我怎麼不記得他抗暫停啊 完蛋了耶 你看我們這樣就沒了 救命 救命 完了死定了 哇 那看來開個MAX看看好了好不好 這關 這關很恐怖欸 開個MAX給他 這關那個什麼 就是後面星星那些出來之後就真的要求恐怖 好不好我們這邊 試試看那個 試試看開MAX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MAX開起來 然後就先用硬幣然後盡量疊那個 疊那個好不好 二人組感覺應該是不錯啦 極劍貓跟漂流貓 趕快疊 盾牌太爛了 哈哈哈哈 摳連 看一下如果用母特貓咧 有沒有機會打出什麼啊 有打飛他了一下 但是 感覺我們漂流貓都沒有 佔贏到臉哥啊 兩下 我希望母特貓可以趕快把 欸水水水這樣應該就贏了吧 因為我們這邊把那個鵝 鵝打死了 之前都是那個鵝一直在打範圍傷害 那個頂麻煩 對不對 阿怎麼我們的 臉哥是不是抗暫停啊 應該是抗暫停欸 但我怎麼不記得 我怎麼記得我以前都可以用漂流貓 暫停到臉哥啊 難道我的記憶出現了 什麼改變嗎 我以前都覺得 我以前都記得我好像是可以的啊 這邊好像不行了喔 那沒關係 至少我們這邊 把那個鵝解決掉之後就舒服了喔 果然還是得開MAX啊 哇 但這個四一下刷的話就麻煩了喔 這個母特貓剛剛 很酷 好不好 直接 直接打了一波大傷害出來喔 然後 看起來臉哥就是沒有辦法被暫停的 先把那個 鵝 不是 那個鵝打死 喔 又來一隻 完了 欸 有啊 暫停到啦 哭啊 所以是可以暫停的嘛 那就是我們剛剛都 都沒弄到嘛 哭了哭了 原來都是因為我們沒有暫停到 那慘慘嘻嘻 嘻嘻慘慘 好不好 哇 他們又要回推啦 不會吧 不會吧 不要跟我講說 要輸了捏 我先存錢叫 母特貓出來囉 加油啊 別輸啊 母特 你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NICE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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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星星掛了 額額準備也去領便當了 拜託 現在好像多 是是是是 喔 這樣可以 哇 夭壽 哇 你看新手當號打宇宙片 非常非常恐怖 好不好 非常恐怖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啊 終於 我覺得一開始的 母特那幾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好恐怖喔 好恐怖好恐怖 來來來 繼續 我們先把關卡努力往前推 4一下都還是會繼續努力刷他的金寶 然後繼續練等 因為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在那個 宇宙片之後 好不好 宇宙片之後 然後你要把那個貓貓練起來 這個傳奇關卡才可以推得下去 好 沒問題 拿到那個啦 欸 我們已經有啦 我在想什麼 我原本想說拿到那個 覺醒母特貓才可以幹大隻 但是我們已經有了 哈哈 那這個的話好像就是 就是打爽了對不對 好啦 結果拿到這是最差的 好不好 最差的 還好 好 那沒關係 繼續齁 看一下 葵黃星 比較麻煩就是 因為我們這關沒辦法用超級貓貓啦 好不好 確實是一個大麻煩 逼個麻煩 逼個麻煩 哇 這關也是頂麻煩欸 哇 要求 感覺也是得開MAX 感覺就暫停不到啊 哇 還有青蛙 完了 這可能開MAX也打不贏喔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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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我機械貓是不是都打在 打在地鼠身上啊 感覺是欸 哈哈哈哈 哇 看來只能先把地鼠給打死咯 喔 喔喔 有機會 媽 媽 欸 不要再傳送咯 完了 好 大象 不行欸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 也是要MAX 那除非我們現在 我們漂亮貓幹大事 好 看來是幹不了大事的各位 除非我們現在把地鼠給打死 還有機會 會 好難欸 喔死定了 怎麼會這樣 我看一下喔 那就是MAX吧 MAX應該是可以過 好不好 MAX開起來 我們現在就是 嚴重缺經濟 然後那個青蛙可以當一個經濟的那個欸 打響一個經濟的那個名號喔 我先小心出盾 我先小心出盾 恐爆了地鼠的 然後沒要用這個 那個蝶泳貓 好 然後蝶泳貓 我的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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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貓貓 打飛青蛙 好 幹 完了 欸 水 這樣就贏了 好險喔 還是可以過 但是都要開MAX欸 我應該 要來買那個3小時的那個 MAX加倍有沒有 然後 好好來打一下 好恐怖欸 哇 果然我們日本帳號的超級貓貓就是很多 沒有超級貓貓我們現在就 什麼事情都幹不了喔 這兩關麻煩了 我覺得這兩關我覺得應該 應該要就是開個MAX 然後再開個那個寶物雷打 趕快把它拿掉 我就不用一直在 重刷這個 好不好 有點困難阿 這有點難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邊阿 日版帳號這邊是有這個 呱呱樂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第一次看到這個景象阿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沒有啦 我上一次看到的話 應該就是那個 網頁版的那個 那大家有看到這個景象嗎 我覺得還蠻酷炫的 三個卡池在一起欸 我覺得他如果現在三卡池在一起的話 然後再加上就是 1500罐罐 然後直接讓你避重的話 哇 你就可以選擇抽好多東西喔 真的很爽 而且又有古代勇者 又有這個 銀河美少女還有這個 古代的這個兵器 古代兵器基本上都是打不死敵的阿 大家就可以考慮一下 拿不起來說沒有避重 就先看看就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日版帳號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品牌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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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